今晚来共同欣赏的是 这是宋代著名诗人 求远的一首金哲诗 金哲诗节最明显的特征 莫过于一生金雷了 春雷金百虫万物始生长 金哲正是一年中春意盎然之时 金哲辅至春雷乍动 万物生长一片生机 春耕由此也拉开了序幕 这一生生金雷 惊动了多少文人默刻的诗心 留下了无数动人的金哲诗词 他们借着春天的生发之气 抒发自己的人生情怀 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 佳作迭出 春暖花开 让我们一起走进求远的 这首金哲诗 感受其中独特的金哲时光 首帘 昆宫半夜一声雷 折户花房小已开 是说 半夜里天地间传来一声金雷 清晨时 折虫早已醒来 花草开始蒙发 春雷阵阵 花儿开放 野阔风高 殿明雨急 这就是与众不同的 经折 奇妙景观 汉连 野阔风高 吹竹灭 殿明雨急 打窗来 是说 天也辽阔 东风猛烈地吹灭烛火 电闪雷鸣 春雨着急地敲打着窗户 此连对仗公吻 将风雨雷电来袭的瞬间 描绘得栩栩如生 仿佛月燃至上 静连 顿然草木精神别 自是寒暄气候催 是说 突然之间 草与木别有精神 自此之后 寒与暖催发气候变化 经者已过 草木精神 天气油寒转暖 春天越来越多姿多彩 绚烂迷人了 伟廉 唯有石龟并木燕 守株不动 任春回 是说 只有石龟和木燕 仍然守株不动 任凭春回大地 万物蒙动 感受到天地的变化 春回大地 我们也要顺应自然 广布于庭 批发唤行 以始至生 而不能学石龟和木燕 错过美丽的 金折时光 好了各位室友 今晚的诗词 与您分享到这里 Hyundai breve 并就跟